巴提亚众所周知是泰国的著名旅游景点 这里是沿海城市 食买玩各样都十分齐全 每年都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旅行 今时今日的巴提亚 除了在游客城市之外 其实逐渐成为一个工业城市的尊财住宅区 话说巴提亚附近有个工业区 名字叫铃侧笨 这里之内有不少外国品牌的公司在开厂 而且越来越多有关的员工会搬去巴提亚居住 所以在未来的将来 巴提亚的condominium也会有较大的需求 哇 还有小型图书馆 如果我不说 一定以为这里只是巴提亚一间五星酒店的lobby 这样就错了 其实这里正是泰国顶级楼宇发展商 省市列的一个巴提亚楼盘 名字叫班拜客 你只要看这个lobby就知道有多优秀 多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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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计划 矢uckt 籟个condominium潟的名字正是巴汉拜客 地点是巴提亚书入区的旺来物儿区 这个地点还有著名的五星酒店和旅游景点 這個樓盤已經是現樓 有興趣的話 只要付出樓掛的五成作為首期 就已經可以成為業主了 在Lobby一走出來 就是綠草餘蔭 感覺相當舒服 其實來到巴提亞 如何少得水上活動呢 在這個condominium之中 就有幾個泳池 這個是其中之一個 原來這個叫斑拜客的condominium 中有三個泳池 這個就是另一個 不過更漂亮的在樓上 一望無際Infinitive Pool 很多香港朋友來到巴提亞 也好布吉華欣也好 都一定想住在酒店 擁有無敵海景Infinitive Pool 但若然你住在這個condo裡 就有給你了 看看景色的美觀 既晚示範在這裡浸著水 看著海景 簡直一落也 又是時候看看示範單位了 今時今日的泰國樓 越整越細 有些小到二百多三百尺都有 但這個大廈裡面 最低限度房間也有四百尺 可以在這個示範單位 One Back Room來說 大概四百五十尺 價錢一百四十萬港幣 都知道已經有交易 當中包含部份的傢俬裝修 例如這些入場櫃 抽油煙機 電子爐 而這邊的燈和叉 就不包含 這邊就是客廳 接著就是睡房 間隔也給你 睡房間隔層次有多不錯 衣櫃也給你 冷氣也送給你 而且全部都有露台 而且大多數房 看到海景 甚至乎是慈景 廁所浴室 都挺骨子 其實今天我們拍攝的示範單位 就是三樓 雖然是三樓 但可以看到海景 如果再住高一點 這個景就很無敵 不如看看這個二樓層 看看這個二樓層 這間家很帥 裝修層次當然不錯 說得上是二樓層 價錢當然會比較貴 這間是其中一間睡房 看看二樓層的另一間房 挺帥 不說你不知道 這個床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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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正正的床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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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這裏可以玩泥沙 可以去游泳 甚至去泳池玩水也可以 玩完水上樓換一套衣服就可以出去吃飯 再不是走去這裏也行 目標之成原來只有這麼近 其實巴提亞都可以說是一個多姿多彩的地方 亦有很多旅遊配偷 而且如果住在這裏的話 亦有國際學校 以及具有國際水準的醫院 醫療和教育方面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如果上去曼谷的話 亦都只需要兩小時多車程就可以 和曼谷不同的就是 曼谷仍然囚密 但是巴提亞這裏 一望出去就無敵的大海 感覺是完全兩回事 作為這裏的住客 除了可以享用這個單位裏面的專櫃設施之外 還可以去到曼谷的Saint Pelagon商場裏面 享用它們省市里專用的Launch 這些亦都是其他樓盤化紙箱 給不到你的好處 試想像下 只是付出百多萬港幣 就可以擁有一個具有海景的單位 兼且包含部分的傢俬 裝修 電器 如此美景 如此價錢 如此質素 可以在哪裡獲得到 當然是泰國